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带其他的打一套打不动 带征服者我打几套 艾克允许你打几套吗 如果他发育好的话 我觉得Farmus这个阵容第一时间没法秒他 但前提是艾克出个属于血 对 要不然李桑主一个大定他就没了 李桑主一个定 然后人马一个R 对 也不用随时接钩了 基本上就没了 所以这个征服者 看看效果 因为我路人局玩都是在收割 我觉得他这个征服者到了中后期上限比较高 对 他出了防装 又出了属于血 出了中央 他确实能打个两三套 是的 但前期的话 征服者好像打不太出来 前期如果你打出征服者 要不就是 你这边大优势在追击 对吧 要不就没了 要不就没了 去某这里直接做入侵 人马和李桑主都是有推陷权的 所以小天这边 这波入侵的效果很好 又是在一级团上 小天用了很多的一个功夫 这一波漂亮 直接打出变形 两个消耗一下 QW加普攻 反而被消耗的有点残 对 其实李桑主你大部分时候推妖技的线 确实可以推 但是也是非常看小细节操作的 因为你李桑主Q技能 你Q到兵 如果没有Q到妖技的话 妖技可以采上去消耗 是的 很看一个Q技 李桑主Q技能够采放 哎呦 这个好像蛮好痛 抢到三级又练了一套 DWB这边TP要被逼出来的 要回了 要回了 那这样卡纳维这边顺势去看一下 5 plus一个蓝buff 但是中路巨魔去补现了 而且这里队友过来帮帮手 这波卡纳维势必是要去反的 但是李桑主有TP 对 有眼给个TP是可以的 不过李桑主只有两级 但是蓝buff这边的话回血了 他提到先上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三级不开了 蓝还是绑下来的 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 别管你下路什么兵线 赶紧过来帮忙 是 你敢不帮忙我打野就敢拨给你看 这一波我觉得有点稳了 京东这一波我个人感觉是可以再去尝试 反上 这里要不要过来消耗一下 来了 练住打一套吧 我感觉刚才那个蓝的话可能可以继续搞 也看到艾克 那这个时候上路河蟹也没了 那其实这一波野区的博弈还是放不拉斯转的 转很多 他只能在这里反应过三郎 京东这边确实及时调整了思路 就刚才确实可以拼的时候 估计教练已经发狠话了 发狠话了 不要乱打了 不要打了 就感觉 稳住 就不要再给我乱接团了 是 稳一点 你现在给我发育再说 等我一Z两张套 是的 在此之前给我维持在0比0 那是最好的 对 但理论上来讲 真的能稳住就确实是最好的 是的 可能过程很枯燥 但是收益是最高的 对 毕竟也是到了生死局了 嗯 这一波回线的时间点上面 汉子哥要舒服一点 也是继续做入侵 小天这排挡不住了呀 上路一直在推线 中路虽然前两集可能 牙膏这边打出一个不错的效果 但是利桑卓等级起来之后 也有更快的推线支援能力 是的 所以小天这排的话 可以肆无忌惮去反野 哎 今天把蓝打空了 又要回了 这排牙膏不愧是招牌中的招牌 给DWB压力还是蛮大的 打得很好啊 骗回两波加了 一直在回家 而且又回家出了一个小斗篷 他回家出不了大将 嗯 就很难受 不过李桑卓本身他推线也快嘛 只要是虽然 不发育也快 对 虽然一直被压 但是他反推线之后 也不会被压鼓招 就被压一下节奏嘛 对 还能接受 这排两边的AD都带了一个进化 所以说下路之间的话也打不起来 还是要看一个中野的一个发育情况 嗯 这个生死局向来都是比较稳的 嗯 对于胜利方或者说失败方都是比较稳的 小龙可以空了 直接大家要转一套 跟刚才的打法一样 但是我可不可以的 有机会单上直接拿下阴险 哇 这一波 抢了一个六级 又被抢六级 又被抢六级对吧 嗯 这不可能抢六级方法 就是不可能抢六级方法 宋子哥这波很漂亮啊 我是没想到你单下的 我也没想到 对 而且主要是一个点是 可还是后选 对 你后选被单杀的话 其实很尴尬 是的 但是放帕拉斯在下半区 把风筒拿下来之后 也是找回了一些场子 宋子哥这边也发话了 你教练说不打 是下半区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我自己上路和我没关系 看一下这波抢到六级 是怎么开起来的 平线太多了 后排平线太多了 可寒这边不知道他平线差几个 我估计也差个两个吧 是的 我估计差个两三个也溜了 但是就差那两秒钟 他如果一技能不踹 做我们那一下会死吗 感觉也挺危险 反压回推一波 消耗一波血量 嗯 这个血量的话 可按这边等一技能好之后 有机会反差回来 有大招和点燃 一波有机会把回路杀掉吧 嗯 但也修有点烂了呀 也许小天横着走了呀 是的 我烦你眼 然后你来抓我呢 你支援得慢 然后我吹吹就登楼 你完全管不了我 没办法 抢了我就勾登楼走 对 下路还要过来 阻止一下你回线吧 立个柱子 喊你一下 上路 汉子哥有点 越冰线压你 越发狠了感觉 嗯 但是我们这边 也是继续到危险了 对比也密死掉了 哎呦 这下好痛 勾了一下 这是刻意给你线上的压力 知道你能看的 三分多钟的水龙 不过泡布拉斯自己把 其实从他们获胜开始 就是小龙控的 已经都蛮好的 嗯 哎过来要抓了 先扑个地 能不能扑个闪现 往回卡一下 好像有机会啊 好 秒了 秦桑哲一个闪现的定 这边又是全体 哎 勾到了 不过能扑过来过来 闪现踩 没有秒掉吗 给了个点燃 还是杀掉了小天 不过付出的代价 是交换掉了女毯 这样的话是一波一换二 打回家场子吧 人心都这边 弥补了一下 牙膏拿到一个人头 辅助换打野 但不管怎么说 还是方帕拉斯小转的 毕竟是号二 是的 另外向这边 小找机会 罗肯交一个一技能 哎呦 这一勾 这个飞轮的输出 他是勾他回头的位置好像 嗯 但罗肯很稳健 我有进化 我也不肯定搞一些 乱七八糟的 哎 方招都在手上 是冷静 他如果没有进化的话 可能有点慌 会回头 有点会回头 但有进化的话 我继续勾到 哎 我有进化 我只需要做的是 离我的防御塔越近越好 是 很自信啊 对面这边也是 回家编了一个水影鞋 完全不给机会 这个水影鞋做出来之后 感觉对线也没啥压力了 可汗这边很调皮 他需要给压力嘛 嗯 因为队友在这边拿先锋 这先锋应该能打下来 哇 怎么哪都有四哨啊 感觉四哨的灯笼出现在随时随刻 对 这就是EC啊 就你对面是EC的时候 确实很多时候AD可以放养一下 对 畢竟你EC推线太慢了 对 如果推线快的AD配合一个辅助的话 强势一点的辅助 然后你存心一走 你就不敢这么跑了 对 然后你AD如果在塔下可能就会死 对的 EC的话不一样 两段链子逼一个E 但是蓝都不太够了 是的 绿毛赶紧帮衬一下没有蓝的妖姬推掉 要帮忙推线啊 对 不过巨魔虚实也在旁边 问题不大 要走又是一个大招 大招换大招了 这一波汉子哥有点慌 感觉大招不交被二段击飞了的话 可能可能又要交代 又要交代 对因为他毕竟落后一个闪现了 这一把做我们在上路打开的局面啊 这条水龙不太好说呀 感觉两边在这个时期的 战斗力都差不多呀 方法斯的中也更强一点吧 但是也可以去尝试接下这条水龙 但是Luke这个位置 皮子要回家了 感觉接不了了 没有GP的情况下 如果机会去方法斯低身去开龙 可以去开一下 下骨先锋直接放在下路 EZ回家直接开龙 那这样的话打一个AD的一个 时间 不止啊 这边还能赚一个医学塔 是 毕竟有先锋嘛 对 另外想要收下610 方法拉斯节奏好啊 目前来看方法拉斯的节奏 是领先蛮多的 京东还是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 而且这一把又没有船长 然后EZ好像也没出矿刀 没有那种补发运行 所以经济 所以经济是会被拉开的 拉开就不好弥补了 对 而且龙打的很快 火龙魂 主要有个点就是 法拉斯这个阵容 它三条线推线都特别快 所以说如果它优势的情况下 再利用推线 比较好滚雪球 好 京东现在就看它们能不能把兵线给处理好 处理好兵线的话 可能被滚雪球的一个速度不会特别快 然后等EZ发育起来之后 将去这边一键套之后 也可以去尝试punk 是的 而且Zoom这盘发育好 Zoom这盘发育好的话 配合腰机和EZ的初步成型 中期是可以接团的 现在就要看京东这边 到底有几个人出水银鞋了 没有出水银鞋的那个人 就是对应比较大的那个人 大到这里就差不多表达了 虎潭 试试到这边有水银鞋 多一个猴子想在这个位置 有点危险 过去的话伤害吃不太像猪独的一个伤害 小鞋的血量太低了 直接是被猴子给收掉了 哎呦 闪现上去 猴子这个弹的这个果实的位置有点尴尬 对 它是闪现上去 猴子刚好点了一下果实 不过还有人马就在旁边 这一波京东我觉得不亏 虽然是上单换打野 但是第一说可还得一个TP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上路的肚层要被白吃几层了 诶 中路也在吃那还好 中路再吃 互换一下 但这么护坏的话 林卫翔这盘吃了很多的一个肚层 是的 他的一个费流斯感觉中期有机会 都是他的 他成长的会很快 对 还能再吃 自己应该吃了五六层 但JDG这边的话中路是没有再继续消耗了 是集体想回防一下上路防御塔 我感觉好像 发帕斯所有的肚层都是俄弗林斯自己吃的 对 下路上路对吧 中路没掉肚层嘛 嗯 哎呦 这一波 可还真的 这个位置刺激有点危险啊 而且还有一个TP 哎不过他点人交出来 应该自己能走 他有一个大招 然后VP赶过来 卡拉雷金也要秒了 卡拉雷金也要秒了 先把卡拉雷金不小心了 卡拉雷金不小心了 有大招的情况之下 没有能够交得出来 而且乐福来的蓝量也不是很够 哇 这一波 应该是和中单沟通好的 才敢这么玩的 敢这么骚 左右横跳 而且卡拉雷贝刚才 感觉有点第一时间 看到那个位置 高估自己的反应了 对 他应该早点放大了 因为人马那个大一瞬间的恐惧 你是反应不过来的 对 他如果早点放一场 一场位置放到好的话 你可以选择就是 稍微稳一稳 对 我以为W嘛 但是也没有看到那个W的影子 有点没想通透 上路的塔也是 方卡的节奏气势如虹啊 现在京都有点懵了 京都有点懵了 这不就是弹度射两波塔 太舒服了 野区野全吃 哲镜弹起来 猴子现在是谁看谁欺负啊 他这个伤害来讲的话 闪现AQ伤害不太够 防成PK 最后就插那么一丝伤害 然后猴子也是 这波其实没必要的 我觉得 抓到了就反手打过去 高估自己伤害了 高估自己伤害了呀 你看出的装备 没有伤害来源的呀 是 主要是 你也是水银鞋嘛 对啊 护臂水银鞋 感觉都是半方装 都是一些挨打的装备呀 是 高估自己伤害 高估自己伤害差了一些 林伟祥吃了很多肚层 所以现在是个人领先 是的 刚才这波 我觉得没想到 他会闪现上去打那一下 嗯 就感觉很亏 这一波立汤卓 这个闪现也交掉了 本来还能骑着猴子打一套呢 哈哈 不过猴子气势这么肥 俄弗利尔斯还领先套五六吧 对 所以这排俄弗利尔斯真的 发育起先有点夸张 这边知道你立汤卓没打 所以说直接过来动一个先锋 方布拉斯会直接让吗 人马从家里往过跑 租没有TP的 感觉金东不太敢打的呀 因为做不死体也没打招呀 是 那离桑做大招也差一些 现在就是在拉 拉开之后 金东感觉没有时间去打了 打不了了打不了 还是算了 这波打感觉硬打要出事儿 宗姆这边应该在说 我推一下下一套 因为如果要出事儿的话 这要小龙也是白给 是吧 下一套这边 宗姆这边由于团队的一个 配合拉扯 下一套感觉有机会退下 有传送可以接着带 这边想先拿火龙了应该 勾到了 但是这个女毯 直接逼掉一个金身 还是想先对这个女毯动手 先把女毯给秒掉了 乐佛兰这一波踩进去 什么都没看就被秒了 现在后面716飞流斯 但自身也走不掉了 是的 现在只剩猴子和艾克了 还好这个上野战斗力其实挺强的 他这样可以顺势把火龙给拿下来 是的 先马过来找麻烦 还是投一点铁 绿宝虽然他确实中爱女毯 但是女毯打垂时以后选女毯的话 确实投太平 看下卡纳卫这边能不能抢一下了 想硬抢 猴子过来先转 卡纳卫进场 卡纳卫是有技能的 可以搅一抢 直接被激活吸了个大招 龙被卡纳卫抢到了 但是要付出两个人的代价 这里没办法 这是硬抢龙 这样抠龙魂时间 虽然京东这边拿下火龙 但是方布拉斯算是一个0块5 对啊 而且还有一点 就你这种打到大后期不厉害 他不是那种 我拿了要为了拖 对吧 不像上马船长 不一样 有个船长 这牌的话都是中心英雄 是的 这边OP选手是给到了Zoom 线上单杀 并且给到了方布拉斯很大的压力 洛克兰这波要走了 这人马好凶 这波打完方布拉斯的一个经济领先 他还是比较明显的 是的 我来看一下 卡了一个视野 直接勾到了绿毛 这都不来什么死的 你看 这不来经济砍了一下 两脚踩完 就没出来了 两脚踩完之后 对于宾配合林伟强的一个控制 直接把邀机给秒掉了 是的 而EC过去偷掉了贝托斯 但自己也是在接难逃 那这样峡谷先锋的话 是只有给到方布拉斯了 是的 这节奏撑不住了呀 金洞 有点撑不住了 感觉要裂了 现在只能分带了 我觉得只能分带了 金洞这边131分带牵扯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利用这个分带 打出方布拉斯的一个缺口 但是方布拉斯这波节奏有一个先锋 如果回法不及时的话还能抓二头 是的 不掩护了 不掩护了 方布拉斯想的很明白 我这边后期很猛 慢慢来 慢慢来 拽到点到为止 是的 喂 又勾到了 勾到拉艾克直接逼了闪现 逼出闪现 就真的慌呀 这个慌了其实没必要 他没大招吧 没大招 但是他确实太胖了 他有意义 他意气能应该在 他有意义 有一个废齿吧可能 这些事业压力很大 是的 而且他还没出水鱼鞋 对 看上去把火箭腰带做出来 对 他还没出水鱼鞋 他被控到 很有可能被联合控死 是的 而且艾克 对 其实对艾克来说 火箭腰带很重要的 所以他先做也OK了 是 没火箭腰带的时候 很多时候进场不太利索 你记不了的 其实艾克就是要火箭腰带加E 或者E加火箭腰带那样的一个 他才好配合立场 对 要不然是触发不了 帮忙拿个蓝 但正面站立上 有点要指望猴子了 像猴子发育最好的一个点 对 猴子第二天要出死亡之舞 而且他7后排有威力 他7后排是有伤害的 想了想算了 让他回 自己不回了 那这样要先手吃一套了 没有魔抗的人马 有点吃不下 但是后续反打得很果断 牙膏之灵 够 差一点 真的差一点点 是的 这个没办法 乐佛兰必须要出个水银鞋 伤害差那么一点点 打招直接给 然后折镜 交一个闪现还是拉开了 后续一个TP的重度 后面有机会猴子这个位置 能不能改变战局 E的已经跟上来了 队友离得太远了 算了 而且乐佛兰也没状态 离海也没状态 现在方帕拉斯也不是那么着急 等一下下一条火龙 正面5打5的话 还是比较扎实的 小范围作战的话 京东有操作的空间 毕竟都是刺客嘛 对 操作的上限更高 灵活性上 都是有位移的 而且我觉得这盘卡纳尾 目前这个征服者 还没触发 我估计 挺难受的 不坦了 不坦了 应该是没有触发过 没有触发过 就是他那个智能 他那个加成可能有加成吗 但他那个 就没有叠满过 叠满之后 那个回血 他应该没有回过 没有尝过回血的滋味 其实想想也可以带吧 我觉得如果你要决定玩那种半肉艾克的话 带这个还好 就发育起来 发育起来 对 还好 火龙火还一半分钟 视野的压力还很大的 看一下京东怎么去冒险做出去 绿毛这盘的话 压力真的非常大 因为他打野 艾克不好配合他去做视野 是的 然后妖精又很被动 他自身编了一个 使用鬼板甲 他选一鞋都没有住 很有可能被控制 对 哇 又是 零一松的勾子在找机会 这场火龙 京东想接 牙膏带来线开 帅先传送了过来 帅先抱团做视野 把视野做出去 还是很团结的 是的 很熟悉的一幕 放帕拉斯这边的话 想利用人马继续带一下 但是火龙已经刷新了呀 已经在动了 照理一下看到人马TP的位置 有没有发现 火龙打的速度有点慢 你踢到了红骂子龙 非常不错 想去开始大到自己 红骂子龙拿了下来 人马在切EZ 一直没有输出环境了 在沃菲琉斯被切死 坏掉了ADC 但这边来讲的话 人马一进场 X这边没有一个 但人马自己很快 耗出的伤害 没有人都打了呀 没有沃菲琉斯 而且一位现在 反而是一个收割的好环境 沃菲琉斯被表 他们就没有输出的人了 还在一个追期 拿下一个双招 还能再追 逼着一个闪现 逼着剧魔的闪 哇 这一波 其实沃菲琉斯被猴子切死 太关键了 这一波Zoom立大功了呀 立血功了 最肥的 如果沃菲琉斯没有死的话 其实 京东这么要崩的 是 这波最肥的 应该是沃菲琉斯了 对 然后最肥的点核 上单换掉之后 再配合一个完美的拉扯 是 那这一波小龙 还是让剧魔拿到了 对 又是小天啊 帽子抢下了这条小龙 这条小龙如果没抢到 然后 又被打成这样的话 就很亏很亏了 看一下 李桑卓直接一脚进场 是吧 EZ真的是 这个时候 奥菲琉斯还挺健康的 贝勒兰踩了一下 特别猴子异能凸脸 中山一起凸他吧 还心里有没有觉得 人马抢进去了 我感觉他绕的 他绕的有点多了 在上面 EZ被抓死了 我的天哪 这样没有EZ 有没有机会动这个龙呢 有机会去逼一下 李桑这边的话 是有折剑的 可以去尝试 而且 方法斯这个阵容 打大龙 感觉蛮能扛的 是 不太会掉太多的一个血 上个防御塔 是让猴子这边磨掉 猴子这边磨掉 猴子这边大招有了吗 先去尝试一下 剑洞这边的话 也肯定不想放 在这个龙坑的话 有机会出现弃 但是这边是 假打龙真开团呀 一毛北闪又要被卖了 勒夫兰谈起来军坦 反身一个大招定了一下 但只能拖时间 大招冲过来 没有打到勒夫兰的真身 这边 汉子哥被勒夫兰 链子连住之后 猴子也不太敢上了 正面只剩两个人 EZ活了 不打到 球稳 还是算了 因为如果在这里打EZ 一个打 挂了太多人的话 其实也不好接的 而且不知道 可能也不太确定 猴子大还在 所以不管打 可能也不太确定 牙膏有没有TP 即使妖姬没血了 也不太想去冒险 看一下这波精打回放 看一下人马的一个 然后的位置 踢过来 先打了EZ 这里是抓单 我以为是那个 我以为是那个 我以为是那一波 刚才小龙那波团战 对对对对 但好像是同一个眼位 差不多 对好像是同一个眼位 都是那个位置 原来是抓单 我说这人马接来 怎么一个兵种 人都傻了 经济的话 京东也是一直 维持在一个3000左右 是的 烈势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这个火龙魂 假设要发帕拉斯听牌的话 京东就吃不消了 对 另外像这个装备 虽然我是散剑王 但是我这装备看着就很夸张 对 质量就很高 质量很高 主要带头的是一个无尽和巨蜂 后面补什么散剑都不错 这真是散剑王 这是钱够了就买了 没想太多 他也没想过 机神出绿叉吧 是的 他本来是想出绿叉 结果发现 AT杀害有点高 又出了一个隐窝刀 不能再把那个杯都冲灭了 对的 就很尴尬 又补了一个颈风 他心路历程应该是这样子 又补了一个大剑 对 又补了一个大剑 又帮风大剑 对 这个其实跟我们开始说的 就是京东这里的AT杀害很高有关 是 觉得补这个更好用一点 他这个颈风可能要么就慢了 要么就出一个火炮 哎大剑过来猴子 只能是被迫开自己的大剑来顶了 大换大 大换大 大换大我觉得是反怕是转 因为你猴子没大的时候 你合不留私处的环境好呀 是的 但这波缓完其实在小龙刷新的时候 稍微牵扯一下猴子大也好了 做我们的一个减CD也是很快的 对 现在就等着调火红红了 艾克还没出水晶鞋啊 他补了个表 讲到你这个表 其实在利桑卓的魔爪之下 有点救不了你 对 感觉这个表的话 伏率还是没那么高 是的 还是水晶鞋比较重要 该表还是表 因为你本身艾克大招就是一个保命计嘛 所以你只要能把他开出来 一切也能把他开出来为主 他还是没有先做这个水晶鞋 对 不做水晶鞋就不敢进场 好 想过来抓人马吗 看龙刷的时候这个就好了呀 想打一套 其实人马没有魔靠 哎 打的效果不错呀 这样的话打到三分之一血了 是的 人马开W稍微吸一吸 这一波是打龙前 这一时间可以转手打这个火龙 但是人马有TP啊 这波回家补主玩的是可以踢的 但是回家其实有十几秒的时间 这波想直接打 这波想直接打 不过猴子的W已经交掉了 看下这把踢的位置有没有很好 可以快点打 可以快点打 打的速度很快 而且这个位置 日女的一个大招直接定住后盘 让猴子拿到了这个球 那这一波团权可能要打量 人马有大的 猴子撞了三个人起来 恶非流斯有点危险 被猴子一个人单接了 一个人盯着后面恶非流斯直接终结了 人马大来慢了呀 那这样的话 京东打赢了这波团权 同时拿下了这场火龙 而且没有人管这个猴子呀 是的 我觉得正面来讲的话 这波方帕斯有点乱了 有点乱了 没有人去保护不流斯 但是京东这边处理得很好 打餐中第一时间就是 握这个火龙 是的 做出一个完美的一个指挥 哇 他这一波打完有点难受啊 中路的塔也没了 中二塔也没了 是的 他这样一波就打出一个 把前面的劣势前面都打回来了 还正面孤倒了一个艾克 但是有一个大招 而且人马自己很危险 又被秒了 路回来进场 再配合EC又是拿到了小天的人头 这一波应手二塔 好亏啊 应手二塔感觉没想明白 对 毕竟没有摩抗 是的 你没有摩抗对方 其他四个人基本都是AP 基本都是AP的 EZ有很多AP 俄菲六斯捕了一件春歌 那这样的话下一波团战 还有一战之力吧 是 这件春歌看能不能够给到 俄菲六斯带来一线生机 我个人感觉就是上波团战 发帕拉斯 双人组织的过程是好 是的 就是如果ADC和垂石的登陆搭配好的 哇 这一波 回头A死了小龙 这里又是垂石的登陆没了 然后直接就 这里如果确实刚才登陆柳一首的话 一刀不免对这里的 是的 而且没有勾到 这一Q直接打了四分之一的血 而且利桑卓进场 刚好被猴子给击飞了 是的 也很尴尬 本来是他想看那个猴子的 但是 没有水影鞋就没办法了 但是那位置有水影鞋好像也没办法了 也没办法了 后面人太多了 突然回来就看到这样一幕 都在脸上 是的 那这样可以逼一下大龙 是的 打野阵亡了 但是 其实现在对整个方法拉斯阵容最有威胁的 并不是这个艾克 而是这个猴子 对 所以杀到这个艾克 其实他还是要掂量掂量的 但是打得如果快的话 毕竟你没有打野 对 可以去抓 李桑卓有军转 先逼一下你 随时在侧翼 随时这个位置 就是随时给回头子登陆的 来了 硬打 大招 抢到 侧面猴子这边经常也不是那么好 而且自己这边已经有春歌了 下不掉了 这里一个失误之后 方法拉斯气势如虹 楼肯这边 楼肯这边 楼肯如果跑不掉就尴尬了 还好自己异性能已经好了 本身就比较灵活 这一波小天的手也是很稳 其实京东已经冲进来了 对 一场地是稳稳的抢到这个龙 但是艾克不在吗 刚刚打回来的一波局面 又送回去了 我觉得还是方法拉斯这边的一个整体利用事业 做得好 对 前面 我觉得是第二条水龙吧 好像也是的 就是四少这边先摆出具了 是的 然后埋伏到了女坛 这波也是立功 看一下这一波龙 一队在旁边poke了一下 那这个时候龙已经只有一点点血量了 你看大招放得不错 不过最后小天很稳的惩戒了下来 而且这波 京东中上想第一时间去切入AD的时候 随时闪现摆到了这辆 是的 然后第一时间他碰不到自己的AD 其实想切的AD 乐伏来要帮他补伤害 是 所以说随时这波的发挥也挺完美的 是 这把春歌甲都没有打掉 那现在他家还有大轮buff 京东现在转为首饰 转为首饰 但是林伟祥这边 有两件防装的情况下 有点难死了 很难被切死了 这边稍微等了一下叙利一下冰线 他回头再把绿叉 这个黄叉卖掉出为饮血 就更死不掉了 对 说着说着就被找到了机会 有进化了 还好身上有一个进化 拉开了距离 还可以持续输出一下 但垂时是被这边EZ给带走了 双方做了一波辅助的一换一 厄佛罗斯现在还活着 一样有输出的空间 而且人马在后面 你要来的话我就上了 但这一波其实京东是赚的呀 阻止了你大轮buff的一个推进时机 但是正面好像有想法 人马挂挡 算了 挂到三挡以后 选择了 刹车 倒打 掉头 掉头 掉头快走 看一下两边AD装备的一个对比 这不太敢上 散了散了散了 不想上下吧 我觉得 是的 没必要浪费时间 虽然质量不是很高 但是这四天套的一个战斗力也蛮强的 你还没说可汗这手人马 有点东西的 我觉得来了 大家直接给他 伤害高不高 数字卡利亚伤害不太高 反显第二段转转起来 反而是巴布拉斯基本的危险 有一个金身 可以拖下时间 你得远距离打到巨员 没有活下来啊 后面 腰气干过来了 腰气这个收割位置非常好 林卫祥这个位置要被练死了 有点难受 这个时候巨魔还活着 但林卫祥 可能春哥战场马上被定住了 完了 春哥就要摆给了 直接被压起身收掉 这垂石说 我还没来你们怎么就打完了 这波浪出事了呀 浪出事了 老师杀猴子 这浪大势了 你虽然杀掉了猴子 但整体的位置都在对方的一个防御塔前 是的 而且小龙又被京东拿下来 这个龙魂团拖了太久了呀 一波三折呀 是的 最终还是京东又打成了一个平手 而且现在两边都听了风龙火的一个牌 火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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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牌更不好说了 是的 就两边一直在两极反转 看一下这波吧 这波感觉汉子哥 玩开了 有点太执念这个猴子了 是 然后队友到了之后猴子直接二段大招反打 这个表表还骗掉了可寒的大招 好 用的确实好呀 用的好 火方妖姬的一个传纵包后 其实这个时候EZ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输出环境了 而且艾克这波进场也很难的 结果他进去打了一套之后 一个大招又满血了 骗出了很多这个技能 这个春哥甲有点白胶的味道了 是的 已经白给了 人马把扑甲钱卖了又出了个水影血 是的 现在不是对线期了 对 你对线出个不想写打猴子没问题 但是这水影血不出的话 感觉 马腿都要把你控转 对方控制链接不紧的还是有 对 尤其这个女毯的Q它CD很快 对的 而且刚才两波团战女毯的控制给的都很漂亮 嗯 现在就是京东一定要切死这个欧菲流斯 因为感觉欧菲流斯现在是唯一一个稳定输出点 是 所以你看猴子打团的时候 瞄着他就去了 四个眼睛都在盯着那个 所以我感觉欧菲流斯 他就怕有了 那这样的话就更难解决了 是的 他要进场一波打着大闹天宫 我觉得林伟祥他打团的时候把吸血刀握在自己手上算了 活着才有输出 嗯 这边林伟祥已经六神了 但是 以魔刀触发那个救助灵刃会有额外的吸血效果吧 但一般 其实这个东西 一般如果输出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 就那样 很多时候你触发了救助灵刃 已经是很危机的局势 已经不用危了 不太好吸回来了 主要是比较后期了 有的时候有些那种战士型上单 其实出这更猛 因为他本身很肉 他触发了之后 他也不会第一扇被掌死 他也多站一会儿 这样就等大龙了 看一下能不能扛得住了 现在两边都在疯狂刷装备 这里多云币想了想自己要补一些伤害了 所以他第四天打算直接做一个帽子 而且其实这个时候 EZ的火力也是完全补上来了 EZ现在六神了 也六神了 你猴子在 现在比你俄菲流斯输出环境差的 对 猴子你在后排脚的时候 EZ其实输出环境非常好 是的 我个人感觉 我个人感觉 如果想延续他之前的强势的话 他们要保着欧菲流斯党 不要乱伤 对 就是他们如果是保着欧菲流斯 然后第一时间集火京东上野冲上来的 或者是跟女坛打一套 然后再拉扯就行 EZ一脸了 这个知道你会不会没人 消耗一套巨魔 巨魔这边挺有点危险 巨魔也危险 巨魔没了 不过女坛的大招也没了 反身一勾 EZ的力量很极限 谁先抱团是有优势呀 今度这波抱团也是打出了不错的成效 把这边踢回来 把李桑卓的帽子 帽子已经做好了 而且方帕斯这波也会没有闪现的很危险 李桑卓冰爪 人马还想后面绕一下 但这个地方直接是被妖姬也看到了 日女的一个指直接指到了锤石 然后被EZ秒掉 那这样的话 大龙特别还可以继续做文章 李桑卓可以继续逼 做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有一点危险 但是伤害也没那么好去展开 李桑卓这个位置太惨了 直接被EZ秒掉 而这个时候猴子只是打出了一个春歌而已 不过乐夫兰被带走 人马传送过来 这一脚直接踢了半血 但是恶非六四这把的输出环境很好 一直在这边没有刮到恶非六四 还能继续打恶非六四还在输出 猴哥还在啊 秒秒错时间 哇 这把恶非六四的输出环境太完美了 太舒服了 没有人碰得到他 没有人碰得到 而且牙膏看怎么死的呀 是不是被巨龙大吸死的 他踩进去回去的时候死的 好像踩进去的时候李桑卓A了他两下 然后估计巨龙把他带走了 现在又两击反转了 因为猴子的春歌没了 而且这个火龙魂发帕斯可以停牌 可以拿了 这不是定了 可以拿下来了 这波人马先过去吸引尼波洛夫兰 第一时间发帕斯 然后正面有个问题 你看后面的队友来的 就又分了几个回去 你看三个人去打龙 然后猴子过去想拖眼 但是猴子吃了很多技能以后 队友又要从外面绕过来 重点看洛夫兰 踩进去 踩了两段 就A了两下 两个轮子 被轮打倒 哎哟 火龙魂拿下来了 这边女弹长世子一搏 但这个时候洛夫兰的位置 怎么说一个人还在这里 骚 洛夫兰下来 想杀恶菲罗斯有点难 再等祖母一个TP 祖母复活 看下要不要踢过来 但这个踢的位置完了 队友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这波怎么说 往后撤 冰爪也不敢上了 这个时候要求稳了 那感觉可以顺势逼大龙了 火龙魂已经没了 踢过来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是的 主要是想强溜人 这波打完 这个火龙可以顺势拿下来的 对 看下要不要果断的去RA 我觉得RA的速度应该是够的 但是可汗这个位 没有状态 没有TP 可能是个伏笔吧 打得很快 但是人马跑 跑图能力很强 这波感觉够到真身的话 黎苍卓直接闪现给大了 这波感觉够到真身的话 黎苍卓直接闪现给大了 嗯 火龙魂和大龙拿下来 也吃了一颗定心丸 黎苍卓这边的话 把公司先迈倒之后补了一手火炮 是的 真正意义上的六神装 现在更要保着他打的 他有站桩输出 大跑台 挂挡过来 但是被减速了 算了 这波 汉子哥就是没有起飞那味 一直在想去起飞 但是就是飞不起来 这一把卡纳卫太惨 艾克 真是被逼拿到艾克 现在想想 其实还不如塞拉斯呢 是 塞拉斯 对面的技能都很好偷 对吧 黎苍卓 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现在方巴斯就围绕ADC去做文章就好 逼到了后期的话 京东这边 也没有一个正正意义上的大哥 对 而且我发现方巴斯这些火龙魂拿到了以后 其实整个阵容的伤害 就补起来了 他本来感觉中野 本来欠一点 对 中赵野的话打一套可能没后续伤害 是 但现在不一样了 中路直接铺二塔很稳 中路高低好像没人手啊 可以继续点 这个没人手的话 点得很快很快 逼他下一架 走啦 半雪已经点完了 下路人马再带一波 现在下路二塔也没了 现在方巴斯有大罗马克以后 推进的节奏很好 两个二塔 第三周这个位置要小心 一勾 勾到了一个猴子 但是没有足够的伤害他把他秒掉 救赎稍微奶一口 三个人状态回复 人马回家了 这一波好像是想回家 利用TB的那个加速打一波吧 可汗刚才是没拦了吧 我觉得清兵用太多的拦了 是的 回家了 这一波 这边利藏卓会不会成为 一个突破口 利藏卓有点过分吧 没过强 没过强有点危险 大家要给自己 但EZ的血量很低 把洛克文六四大张中了 EZ直接被秒 乱了呀 那艾克的大也没开出来 基本上是要结束了 被卡在墙缝里了 是的 这波带着大龙buff的推进 应该是有机会一波了 应该是一波了 这波抓一个有闪现和中亚的利藏卓 确实有点着急了 是的 确实也没办法吧 我觉得不做这个尝试的话 到了后面 他阵容已经在下降 对 他阵容的影响力已经在下降 一往后拖的话也不是事了 朱子卡一下 利藏卓冰爪经常 猴子过来输死一波 伤害够了 大招转起来两段继续转 但是没有EZ就没有伤害 噢 厄菲六四闪现躲开了 勒弗兰的踩 人马冲进拳血 杀掉勒弗兰 输死一波 但是无济于事了 是的 一个大招定住 这个女坛也是跑不掉了呀 那我们恭喜方法拉斯3比1 在我们MSJ的半决赛上面 战胜了京东杯面 挺进最终的决赛 还是厉害的啊 我们看到这个LPL的顶尖较量 是的 很精彩 而且在之前的较量当中 我们看到季后赛的时候 京东是3比0的方普拉斯 对 然后这一次的集中赛直接打回来了 这一次MSJ本来就是给大家看到 这些顶尖战队之间交流的一个比赛 对 交流去互相学习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比赛之前 最早的版本叫法 应该是这个中韩交流赛 对吧 中韩友谊赛 对很早是这样一个叫法的吧 对友谊赛 但是也是感谢啊 感谢京东Gaming的五个小伙子 给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较量 是的 同时也是恭喜方普拉斯 最终以3比1的比分 挺进到最终的决赛 而他们的对手呢 将会在下一个比5当中来决出来 决出来 那你说刚才这把MVP给鞋呢 其实挺难给的 刚才这一把 就每个人都有一些小小的失误 也都有高光的表现 中斧吧 中斧 中斧 中斧感觉失误少 是的 是吧 失误少一点 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实际失误少的话 在这种关键时刻就更有价值 是的 而另外一边 其实京东这一把 我觉得有几个点是很精彩 比如locally easy 对吧 其实这一把就是 就是因为卡南威被迫选到了一个艾克 对 这个艾克其实真的是 没有太多表现的一个空间 对 最后那首签决搬了真的是很精髓 那个签决搬了之后 虽然是在蓝色方 但是自己的打野反而被限制了 对 就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说他这边拿的是一个签决 全队只需要他一个人出水晶就可以了 对吧 就你如果大我水晶解了 把自己的杨林生气开出来 如果说队友呢 队友中了 那我就跑到队友旁边开个大招 这样的话你利桑卓那一套爆发 是不可能带走我捡员的 那我就可能好打一些 那你这么说把暴力签决拿下半了 有什么好打啊 对 刚才不是说赛拉斯这把可以偷技能啊 就感觉如果你要拿的话 确实可以 但好像也挺 也挺难受 前期也比较被动 对的 就是男的里边选一个嘛 是的 就感觉你想刚才毕竟京东脱后期的能力很强嘛 对 这场比赛也是脱到了后期 我们看到后期这个艾克容错率好像很高 但几波都是没开出来的 转折点就在于就是火龙魂镜头盖赢一波 对 然后方帕斯那边满覆到了一个艾克秒掉拿下大龙 主要是艾克的那一波被抓单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本场比赛的一个数据图 打得很精彩啊 打到了七条小龙 最终是奋战了42分钟 方帕斯才是简单的取手 前40分钟这个经济好像都很死 但两边ADC的输出都拉满了 对 这是高手之间的较量嘛 嗯 你可以看到你就 有时候我们经常说 为什么说是西板 你看两边的这个输出图 基本上就是该打伤害的都打出伤害了 都打出来了 对 都打出来了 几乎一致了 对 不是说哪边拉胯输掉的比赛 对 所以说很精彩嘛 反而这个人马我觉得最近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有点东西 有点东西 就是在面对到这个版本猴子还比较大热的一个情况 诶 可能他也在去开发吧 开发 他这两盘效果 还行嘛 还行嘛 就我觉得敢拿就是好事 对 对吧 敢拿就有这个勇气 是的 一般人可能也 刚吹完人马 就跟我们放人马 你看 他如果开一马或走有机会 我觉得 是 他还有四分之一的血 这里的话有点 伤害估计不太 没有拿捏精确 是 Q打到伤害不够 我觉得猴子这个征服者的Q回了一点点血 回了一点点 是有点错觉的 对对 这波的话也是zoom和牙膏的经典配合 是的 把ADC秒掉之后 最高是直接WR踩到了 是 然后配合猴子的伤害 这波伤害也是拉吧 主要是人马 被EZ牵制太久了 对 这没办法 人马在那边打 其实你也杀不了EZ 对吧 但EZ其实且退且输出 一边跟你拉开距离 一边又在Q正面 这波Lokun操作很漂亮 嗯 这里的话 李桑珠进场直接被打断 然后猴子这个死命针对 一点没办法 没办法 来这里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就没办法 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吧 是的 本来京东前面确实打回来了 这波阵亡之后 直接就掉大龙 嗯 掉大龙之后 四少这边也是闪现1 保住自己的AD 嗯 然后打波团灭 注着卡一下 这是那一波强开猴子 绝对貌似 对 又很貌似的强开猴子 而且Zoom这边操作也拉满了 这是 是的 这情况下苗苗 躲掉了折马的大招 对 非常难得 估计是预判的 对 要不就是预判 要不就是 我不管怎么说 我先放在说 我先放在说 有这两种可能性 是的 其实这一波也是 稍微 就我觉得这一波京东自己 有点把自己拉开了 导致厄菲罗斯猴子大开了以后 没有人能跟进踩厄菲罗斯 是 让厄菲罗斯伤害 就是整个输出空间拉得很好 而且妖姬进场太伤了 进完场之后 自己反而被带走了 而且还有一个在家里加满油的野马 对吧 过来一脚把EZ踢成半血了 是 导致EZ 其实这一波不太敢上去打伤害的 那最后这波的话 找机会吗 想找机会 找了一个不该找的人 找了一个最能拖的人 主要 在旁边的大招还命中了 EZ就没有任何操作的空间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那个选手 这个人气势力榜 感谢这个观众对于选手们的支持 这是排在前三的林伟祥 卡纳薇和小天 是一场精彩的BO5 包括最后一场我们看到京东 屡次找到机会 但是FUNPLUS都是用自己在视野上的一些 这个优势吧 是把整个的局面又打了回来 感觉FUNPLUS在拿到自己这种 主动权更强的这种体系 他们很喜欢去主动的去找一些机会 给人压力很大 对 而且BT这边也是做了很大的研究 那第一把盲选是各自拿各自喜欢的 银币哥 银币哥 参团率83% 就主要几拨关键的开团吧 我觉得它没有基本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失误的 是的 有 下轮那一拨想带下好轮 不过那个其实不影响大局吧 不影响大局 但是自己的个人失误 但是打团的时候确实 都打出来了 是的 很精彩 就依然是我们熟悉的FUNPLUS的那种打法 那这样的话就恭喜FUNPLUS 进入到我们一个MSC的一个角色 是的 那现在京东的话比较可惜 这止步四强 是 但是我们我觉得京东的粉丝 看到京东在这一次 这个MSC的表现 应该挺放心夏季赛的 因为夏季赛也快开了嘛 对 6月5号就开了 过几天就开了 而且我觉得 今天我觉得输给自家战队 我觉得都还好 我觉得昨天真的是很争气的 我觉得昨天打好 很厉害 今天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是的 我觉得我真的可以 对吧 好的那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带好 已经做好了这个现场采访的准备 我们把画面交给现场 各位好 欢迎来到SYL采访席 我是熙燃 今天在这一场的半决赛结束之后 我们请到的是松松 来到我们的SYL采访席 Amaris here joined by Chris the support from FUNPLUS Phoenix 先跟各位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FUNPLUS 我是刘青松 欢迎松松 首先恭喜你们是挺进了决赛 赢下来这场半决赛 那其实这一场是LPL的内战 对于我们观众来讲 其实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那选手们的话 打下来这场比赛感觉怎么样呢 跟京东打的话 就有一种在打APL的感觉 因为我们之前就 季后赛就一直老输他们 所以就这次碰到他们 就想着就是 就找回场子吧 希望能让他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跟之前有不一样了 所以我问他 我问他 的感觉 因为这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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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们曾经过 JD Gaming 多次 几次 所以 所以 我们真的想要示范 什么改变 我们在这场比赛 和什么改变 我们在这场比赛 第二个问题 是 说明一下 你的第一个比赛 因为我们想要比赛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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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今天的第一场是 盲选的这个模式 所以 其实 最后 呈现出来的阵容呢 是比我们想象当中 要更正常的一些 那在BP当中 有没有说 你的队友说 我要玩这些英雄或者是 哪些英雄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呢 在BP之前 大家有在讨论 就说 要不要玩一些比较 奇怪的 或自己想玩的 然后 只要你听到就否决了 就 简单的否决了吗 对 so before the peak advance we talk about some creative champions that we want to play but it just got denied by our coach so your thresh is definitely under the spotlight today but we noticed that you didn't use your own champion skin why is that 那今天你的垂时 是发挥的非常非常亮眼 有很多出色的表现 但是我注意到 你没有使用自己的冠军皮肤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皮肤就出的时间 还比较短 然后 那个皮肤用的时间 就是没有现在用的这个皮肤 时间长 所以的话 就两个皮肤上 手感会有点区别 然后 因为是比赛的原因 所以更加希望 选一个对自己 手感更好一点的皮肤 所以这一段时间 有很长时间 之后 我的新衣服 新衣服 所以 有点不同 使用费费费费费 所以 它是 实际实际实际 实际实际 所以 我不想 失去任何尽量 所以 我只选择 最熟悉的皮肤 那我用了 所以 最后的问题 第五个 有没有什么话想 给他们加油呢 就我希望 涛博也能 成功一下 经纪比赛 因为我之前还从来没有在过 就是 国际赛事上 我有看到过 就决赛是两支 APPL队伍一起 对战 所以这个让我充满了期待 所以我想,我希望陶博可以順利的拿他比賽